随着勇士输掉第一场节目战之后,球队反更加兴奋,没有因为输掉比赛而有任何不满的想法,球队反而再为杜兰特庆祝生日。 近日勇士也将心思放在了15人名单中,就目前而言,勇士希望以两年400万合同签下麦考,上个赛季没有太多的贡献,反而被护克抢了封头,两个总冠军完全的讨赢的。 但是麦考仍然认为自己有能力拿到一份不错的合同,而球队内定一位球人却用作法,嘲讽了麦考那就是贝尔。 作为二轮秀八号会出身的贝尔非常感谢勇士,在第一年就陪伴勇士拿到了总冠军。 作为勇士的中锋,贝尔的进攻能力也在磨合,从替补时间只有不到五分钟到现在轮换阵容。 贝尔用十四忠实的数据,为自己领取时间,近日贝尔均为过度训练导致全身抽筋,包括勇士球员在内,对贝尔的评价都颇高。 这些都是贝尔自己迎来的,当然贝尔的成长母吧就是格林,球队也有想法将贝尔培养成格林,但是这需要球队耗费很大的心血,目前正是勇士短板的所在,球队不可能送走内线核心, 起码在一定时间内,贝尔的成长不会太过于全能,在前几日揭幕战中,贝尔拿到了球队最高篮板贡献七个,目前贝尔的突破就是篮板上双,这个小将的成长上线还是非常高不过几年格林反而比去年更有实力,格林的顺利比贝尔还要一滴,但是格林从场均20分到现在场均10分, 格林将进攻的数据都分给了防守上,格林上个赛季的篮板场均7.6,助攻场均7.7,在死亡小阵容中格林扮演了重要角色,但是格林希望在小课赛季,能够失去更多的薪资,这个休赛季,格林在不断的联系三分球,这也是为了死亡吴小做出更好的改变, 所以说,勇士还是不傻,不会就这样放走格林 然后,勇士还是不傻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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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傻